大家好 今天是9月21日星期六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欢迎您成为会员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 随后分析热门股票 高盛专家Rabiner 预测今年剩余时间走势 高盛专家Rabiner的预测 成功预测今年夏末 美股回调的Rabiner 将今年剩余时间分为季度末 大选前和年末三个交易时段 季度末超短期 持看跌态度 认为短期技术面不利 尤其是本周五有大量期权到期 市场会继续波动 中期展望 预测市场会震荡 股价走低 波动率上升 投资机构将被迫对冲 对大选前的风险持谨慎态度 建议投资者减少Derta 并增加方向性对冲 长期预测 年底前美股将出现熔涨 并预计标普达到6000点附近 会有FOMO心理驱动的反弹 投资者将在11月和12月追逐风险 将资金从现金重新分配到股票中 通胀 价值股 能源股和新兴市场将表现优异 历史数据以指标 标普500指数在11月和12月的平均回报率为2.9% 选几年中平均回报率为3.4% 无论谁当选均高于平均水平 上市公司股票回购静末期将于10月25日结束 预计年末回购活动将增加 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的资金流动和债平衡 也将对市场产生影响 尤其是10月和12月 市场反应与策略 近期市场波动受美联储会议 期权到期等因素影响 投资者应根据市场情况和资深风险承受能力 调整投资策略 美国能源部拨款超30亿美元 加速国内电池及材料生产 美国能源部拨款超30亿美元 当地时间9月20日 美国能源部宣布向14个州的25个选定项目 拨款超过30亿美元 旨在促进美国国内生产更先进的电池及电池材料 推动电动汽车生产与减缓气候变化 此举是拜登政府和哈里斯副总统 推动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减缓气候变化和建设美国制造业战略的关键 电池市场扩张预期 预计到本十年末 锂电池市场可能会扩大5到10倍 国内投资因此变得至关重要 第二轮资金拨款 这是美国政府为电动汽车电池项目提供的第二轮资金 之前已拨款18亿美元给14个项目 建立端到端供应链 白宫经济顾问布雷纳德表示 拨款旨在建立从采矿到加工 制造和回收的端到端电池及关键矿产供应链 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广泛覆盖与大量投资 补贴项目遍布内华达州 北卡罗莱纳州 密歇根州等多个州 涵盖锂矿 电池工厂 稀土和磁铁生产等 政府已动用各种金融工具 并撬动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选定项目将提供8000个建筑工作岗位 和4000多个永久性工作岗位 并要求公司匹配补贴资金 投资额至少为5000万美元 具体项目资助 包括美国亚宝或6700万美元 用于生产电池负极材料 霍尼维尔或1.266亿美元 建电解质盐工厂 陶氏化学或1亿美元生产电池 及碳酸盐溶剂等 行业影响 专家指出 虽然政府拨款对某些项目可能不是决定性因素 但近年来基础设施和气候法案的资金注入 以显著改变美国电池制造业格局 并引发对下一代清洁能源存储电池 如固态电池的期待 SEC批准贝莱德比特币ETF期权上市 加密市场风险管理应重大进展 SEC批准贝莱德比特币ETF期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五 正式批准了贝莱德的iShares 比特币信托ETF的期权上市和交易 这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基金 期权作用 IBIT期权 将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对冲和风险管理工具 用于管理比特币价格 及比特币相关产品和头寸的风险敞口 这些期权将以美式行权方式 进行实物结算 允许投资者在到期日前的任何时间行权 交易方式 SEC表示 IBIT期权的交易方式 将与其他ETF期权类似 但还需获得美国期权清算公司 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表 市场影响 彭博社高级ETF分析师Eric认为 比特币ETF期权的推出是加密行业的一大胜利 预计将吸引更多流动性和大投资者进入市场 比特币ETF的历史与影响 今年年初 SEC批准了现货比特币ETF 为美国加密行业带来了重大提振 随后比特币价格在3月份 飙升至创纪录的7.3万美元 尽管自4月19日 比特币减半后有所回落 全球加密市场现状 根据数据 全球加密行业市值目前为2.2万亿美元 显示出加密市场的庞大规模和持续增长潜力 今天留下两个字 电池 好 上期节目我们分析到了亚马逊 我们继续分析这个列表 我们先看一下S3Q S3Q这个图表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比较难以把握 这个图其实和我们的T3Q正好反着 我们跟我们的大盘分析也正好反着 现在市场就看能不能再去跌破低点了 也就是我们的美股纳指期货能不能向上创新高了 所以这个位置大家要继续观察 我们看这个图 跌下来反弹跌下去 那现在呢属于第三浪或第四浪的位置 我们说第四五浪将非常复杂 是吧 那么反着看那个股指期货也是这样啊 上行 对吧 那这个下行的第三浪啊 第四浪会怎么样呢 是简单横盘 然后再跌下去呢 还是反转上去呢 这是需要我们在下周关注的点 那目前呢 应该还是一个 这个图表应该还是空头 想要震荡下行这种感觉啊 好 这图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下谷歌的周线图 谷歌 我们先看裸图 它的周线图给人传递了什么样的感觉 过去两周的周线可以线 都是多头可以线 而且本周的周线 阳线还是非常漂亮的 是吧 我们从空头的视野来看 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第四浪 我们说第四五浪非常复杂 那么有时候五浪就是一个浅跌 就止跌了 表明多头强劲的回归啊 是吧 那我估计龙头股啊 这作为龙头股呢 回归多头的概率要大于继续下跌的 或者说创新低的概率 对吧 就把这个低点跌下去的概率较低啊 所以呢 多头啊 应该继续布局多单 看一下日线 嗯 你看 日线的下跌趋势线 在本周呢 被突破了上去啊 事实上有四个消息日多头都在上面 或者说K线都在下跌趋势线的上方 也就是进入到了所谓的右侧 多头呢 应该在本周啊 一直布局多单会好一点 是吧 那么下周呢 我们看看这个位置能不能潜跌 或者是直接就上去了啊 我们看一下历史 你看他 是吧 他有时候他这个回彻很高 就是在很高的位置才给出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后续上行的可能性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我们把这趋势线呢 调整到这里 因为降息啊 是这周降息来着吧 因为鲍威尔降息啊 这个动作 他没导致美股崩盘 相反呢 次日给出了阳线啊 漂亮的阳线 对吧 嗯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趋势线调得越来越平缓了啊 就是说他不从最低点连了啊 从近期的这些典型的低点连一连就可以了 是吧 哎 这样一画的话 感觉好像又活了 是吧 又是多头了 是的呀 那如果周四周五都是大阴线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是吧 我们会随着市场的变化 特别是重大变化而调整预期啊 那么现在市场是没有给出崩盘那种感觉 我们应该画一个新的多头小波段 去震荡上行啊 好 这是谷歌 我们已经把亚马逊的那个图表 啊 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正啊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是吧 我们把亚马逊这个趋势线也调成这样了 这兄弟俩呀 是同时抄底的 多头们还记得吧 你不记得 你现在看这个图也是同时的节节奏非常一致啊 那现在呢 应该继续看涨 这是亚马逊 这是谷歌 是吧 一个逊歌 一个谷歌 是吧 空头强啊 现在不强啊 这过去这几个日线呢 空头不强啊 那后期我们要提防一个回撤啊 就可以了 说能看前空吗 那要看他给回撤的力度了 他要是深跌一下 那就是强了 他要是横盘一下 那就是弱了 那现在呢 现在空头不强 而且我们看到 也有这种走法直接上去啊 也有这种跌一下在上的这种啊 这个回撤可深可浅 但只要他是回撤啊 多头都是有希望的 那他要想去跌破这个低点 那龙头果都去跌破上一波 下跌波段的低点 那美股不就熊市了吗 那你看他跌破了吗 感觉跌不破呢 是吧 你看刚才那个亚马逊都上去了 是吧 他没有去想着跌破这个低点 而是浅跌了一下 继续走一浪 是吧 我们再看空头 所以他微轻反转非常快啊 你现在呢 不能把纳指看得过于悲观 对不对啊 我们看一下SE 他的周线图 这个图的周线图 我们感觉到的是震荡上行啊 他这种挖坑的走势呢 和我们HOD HOOD的走势类似啊 他们都是同时在那个 那几周挖了个坑是吧 同时围上去 我们看他这个周线 过去四五根 空头变弱了 多头又来了 这样的话应该继续加仓做多 对吧 继续加仓做多 我们说这种图表 他可以直勾勾的双向运动 因此你必须得设定好买卖点啊 或者是你的趋势线 避免说他迅速的反转 是吧 不要一直信仰长指啊 当然有时候波段很长啊 那你就把趋势线不断的修正好 是吧 我们看一下日记 这种图可以直勾勾运动吗 嗯 这不就直勾勾开始了吗 接下来怎么样 不知道啊 我们只能说直勾勾运动 是一种事后的现象啊 但是在行径过程中呢 还是要把新的小趋势线画好 在随便啊 他爱怎么走怎么走 波段交易嘛 是吧 你看这个空头若吧 特别是看周线 其实挺清晰的啊 这样的话上行的概率 会略高一点点 再看日线 是吧 嗯 你看这些阴线都是很小啊 阳线倒是上来 这样的话上行概率 还是略高一些 看一下里来的走势 我们感受一下裸图 隐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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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空头强势吧 看最近这几周周线 有人说不强势啊 这就强了一根 但是最近两周 不像这似的数值下跌了 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 应该假设还是上行的概率高 市场不是向下就是向上 当然也有一些横盘运动状态 我们假设横盘运动状态 最终是要为了选一个方向 还是假设近期波段的方向的概率更高 特别是这种牛股 当然它也完全可以 它也完全可以向这 再横盘回去震荡一段时间 那现在空头不愿意在竖直方向上发力 那就横向洗一下盘去上了 继续涨了 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看一下日前 你看 这儿跌了一下 如果捡过仓 没关系 后续应该重新做多 但是我们记得在本周还是上周 特别加了横线 说跌破这儿你再捡仓了 否则它有可能在这里无需震荡 震荡完了再选一方向 总之这个横线 对应的支撑区是一个重要的破位点 破掉之后表面要震荡 表面要下低 不破说明就是展幅横盘 那么后续上行的概率还是略高 我们说对讨厌就是洗盘行情 其实洗盘行情都比较讨厌 不管是简单的横盘 还是这种深低都比较讨厌 当然你是如果是纯波段交易者 你更喜欢深低这种情况 因为浅跌的它没准 但是浅跌意味着比 意味着空头弱 空头弱后续上行的概率还是更高一些 但这种浅跌的你要提防着它漏下去 这种情况还是卖点 再次出现卖点还要减仓 是吧还要减 所以这个就是对里来的位置 预期有没有可能找 你看这儿不都是这种走法吗 都是后盘一下继续涨的概率高一点 但是你要带好止损了 是吧 我看一下3M 3M的周线图强是吧 多头强 多头强 继续看涨了 是的 你看这图 这个图是在这的时候就关注过 我们说应该尝试去做多 那近期一直复盘跟进 发现它一直涨上去了 是吧 我们这黄的圈现在一直画着呢 它没有破位 那继续看涨了 是的 你看它也有一些波段是比较直勾勾的 所以这种特点还是很明显 但有些历史时期有好多震荡 但是它也是偏震荡上行的 这个脾气可能随着里边的主力资金变化而变化 但也有可能不变 为什么 新来的主力资金发现它历史上的特点 它也有可能按照那特点来预期 它的处理方式就最终也导致还是原来那种风格 当看到一个图表的时候 大家都会分析 那个图表有什么特点 只要有那个特点 它就有可能按照那个特点来调整 它的策略使它适应那个特点 比如说直勾勾勾运动 所以你好像换了主力资金 这个性格还是差不多 有可能就这种 我猜的这种 不管是什么吧 反正趋势还是挺强的近期 应该继续看着 这时间可以调到这 那什么时候回撤啊 随时啊 随时这东西 好 日前就不用看了 我们看一下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的周线图给人的感觉是 比如说这个跟刚才那个 SE还挺像啊 SE 看通用汽车 是的呀 应该做多吧 嗯 这跟那个里来也挺像啊 是的呀 大家都是挖了个坑 微上来 空头小落 再直跌 那么接下来下周要看能不能上去了 是吧 这都是像是一个局部的头肩底小架构 是吧 挖个坑 左肩右肩 上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下周如果上去 那就是继续看 涨 加仓的意思 是吧 好 我们把趋势线画上 对不对 把这趋势线的可以调到这个点了 继续做多 看一下日线 都是这种微型反转 头肩底这种架构的感觉哈 但头肩底未必说一下子就直接就上去了 也有可能在这里再这一下 我记得我们在熊市末期说啊 有些图片呢 有可能长期横盘 你要注意哈 这个图可是不确定谁会横盘啊 这个图接下来看能不能突破上去 这种头肩底小架构 MITA MITA的周线图 你看 你看 上了吧 你看 跌下来 再跌下来 小跌 突破 这不就是一个 是吧 低点逐渐抬高 同时创新高的一个过程吗 他这个洗盘呢 就是这样一洗 是吧 双重底 景线附近小回落 突破景线 那么下周还是要提防微微的回落 或者我们在日线级别 可能会看到一些潜低啊 日线 突破 那么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回车啊 就直接往上走 也完全有可能 因为这个图表 他本身的脾气 有时候就是直接往上走哈 是吧 我们刚才说 每一个股票的脾气很重要 有的股票是扭扭捏捏 走震荡行情比较多 有的行情是比较苗条哈 走直线的 这个直勾勾行情比较多啊 你要挑什么样的行情 跟你自己的喜好 有的人喜欢磨叽的 有的人喜欢直勾勾的 有的人说不知道自己喜欢啥 想一想自己喜欢啥 那这个图能做多吗 还是要做多哈 看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的周线还好哈 本周还是阳线是吧 本周还是阳线 这这样的话 之前这些建仓的位置 先拿一拿哈 不要乱动 看能不能继续长一长 你看他有时候 他的波段 在周线级别 看着还挺清晰啊 直勾勾的运动 对吧 也不要浴气太远 我们调调日线 日线呢 略微的有一滴堆的小停顿啊 不过还不能引起我们的足够的重视哈 关注哈 对吧 我们要再看一下 接下来几个K线的表现 我记得这些K线都是做多的位置吧 必须得坚持看 你才能把握好节奏哈 有些人 那么后期会怎么样的 不知道哈 不知道 你看他历史上这些震荡也挺多 有时候这个会不会演化成最终的一个双重大底啊 有可能啊 这是一个底 当前是一个底 这边是一个最低的底是吧 下跌 突破回落 而且这边呢 并没有跌破这个地点 所以后续呢 还是有望 至少恢复到一个大型震荡行情吧 再去测试一下 这一波的这个高点 就这儿 延伸一下 想到这附近 再去测试这儿 然后再跌下来 还是浅跌 然后继续上是吧 形成双重大底 走 走到更高的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接下来这个迪士尼 乐观的行星是这种走法 这儿先动 我们再画两根线吧 这儿 对吧 浅跌的 或者说在这洗盘很长时间 然后再走一步 是吧 这样 对吧 当然这过程中 这还有哈 好了 就这个意思吧 这个过程中呢 这一片啊 代表这一片都是震荡 是吧 好 这个图片 我们再看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说实话 这东西 这是出财报杂的 对吧 我是说突破 回踩没踩呢 对吧 必须有突破回踩直低啊 一踩就踩下去了 嗯 我记得之前有好多股 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来着 这个 那个时候财报 有利好的 有利空的 但走法 有涨有跌的 比较随机 比较随机 你看这个 尽管走一个大的 多头波段了 表明多头非常强 但它可以完全再跌回来 可见这市场呢 是非常凶险的 你不要觉得牛市 就一定是稳定哈 特别是个股 看着墙 也可以再回去 是吧 一定要 波段交易会好一点 嗯 最近比较火的是CRM 是吧 有一些新闻关他的 那这个图在周线级别 震荡了这么久 我们看一下 那还要涨了 是的 这个应该朝底作度啊 震荡这么久洗盘啊 不想伸跌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做多 我们看一下 哎 线条这么一 一画啊 就是做多的架构 是吧 下地湿线 突破回下止跌 走起来 再去测试317亿点 就这个位置 看一下湿线 也是超低吗 是的 应该去选择做多 画好新的 需要上场去湿线 是吧 那再震荡了呢 只要不跌快这个 长的黄的趋势线 就可以先拿一拿 看一看 是吧 应该上行概率会略高一些哈 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先说这么多 下期我们从摩根大通开始复盘 拜拜 拜拜